天气好 大家出去骑U-bike 有感觉很舒服 但是呢 U-bike不是只有台北市新北市友 彰化也有一模一样的U-bike 一样也是用悠游卡就可以租借 总共有四百台 可以骑着脚踏车 畅游彰化二十条的观光路线 只是呢 现在天气这么热 要做好防晒措施 同时啊 穿个排汉衣吧 不然的话 汉流夹背 像下面这位小美女一样就糗了 行车之旅 祈祷 中部也有U-bike了 还有最美的U-bike骑士 二十名葡萄公主入围者 冒着三十度高温 也要挑战骑U-bike 攻上八卦山 虽然骑着骑到汗流夹背 也没忘了补装 让自己美美的 都没在运动吗 很少运动 全台湾除了大台北 只有彰化有着一模一样的U-bike 事与运期间提供了四百辆自行车 设计了二十处的租借站 一样只要使用悠游卡 或是自动服务机 就能够借车 骑回去啊 目前地方政府提供民众 租用的脚踏车 台北市 新北市 高雄市都陆续规划建制 而彰化也有 接下来台中也将登场 同样都是脚踏车 台北 新北汉 彰化的脚踏车 叫U-bike长这样子 高雄则是CT-bike 以绿色的色系为主 台中叫做i-bike 外形则还在保密当中 大家要来珍惜 要来好好的利用 这个是我要拜托的 事上推行U-bike的自行车 劳董刘金彪 现在看似很风光 其实回到2009年当时 台北市的U-bike 才让他赔了5000万 而现在台北市的U-bike 不只有全球最高的周转率 还把触角伸下了其他现实 记得陈梦辉 彰化报道